大家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我們從雷達會播圖上 可以看到因為受到了南方雲系北宜的影響 所以台灣東半部的上空水氣特別多 因此今天東半部的宜蘭花蓮台東 還有恆春半島降雨特別明顯 整天都不定時會出現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另外也容易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所以在宜蘭的山區以及外島的藍雨跟綠島 則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還是要注意可能會有雷擊以及強震風的狀況 而在中部以北地區因為雲量偏多 所以整天也容易出現零星的飄雨 那麼南部地區跟其他的山區 則也是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但是下雨的範圍比起東半部地區 是稍微縮小一些了 而到了晚上雨是會進一步的趨緩下來 不過東半部地區還有南部的恆春半島 依舊容易下雨的 至於今天的溫度方面 今天清晨夜間低溫大約是落在21到23度之間 白天高溫的部分因為雲量偏多的關係 所以整體的溫度比起昨天有略降一些 今天東半部地區白天高溫是落在25到26度左右 感受還是偏涼 西半部就比較溫暖一些了 白天高溫在28 29度之間 接下來明天開始還是會受到南方雲系的影響 整個東半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都容易降雨 另外我們又觀察到還有一個封面 是又在台灣附近行程 而且會逐步的接近台灣 所以明天開始整個降雨狀況又會變得比較明顯 水氣會稍微多一些些了 尤其是在21到25號周三到下周六 整個天氣因為受到了滯流封面的影響 所以會轉為比較不穩定一點 除了南部跟東部會下雨之外 中部以北地區會從零星飄雨 轉為有局部短暫的降雨狀況 而且溫度方面也會再降一些 像是北部跟東部地區白天高溫落在24 25度之間 中南部則是依舊溫暖 在27到29度左右 提醒大家要多將留意天氣變化了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關心北部地區基隆24到25度 台北24到25度 新北25到26度 桃園25到27度 新竹27到29度 苗栗27到29度 再來看到中部地區 台中28到30度 彰化27到28度 南投28到30度 雲林27到29度 嘉義27到30度 山區也很容易會在古後出現降雨 南部地區 台南27到30度 高雄29到31度 屏東28到30度 要留意恒春半島 可能會出現較大雨勢 東部地區 宜蘭24到25度 花蓮26到29度 台東25到26度 整天都容易出現不定時短震震雨或是雷雨喔 外島地區 蓮璋20到21度 金門23到26度 澎湖24到25度 降雨機率落在20% 最後小滴您再次提醒大家了 受到南方雲系北宜的影響 因此今天東半部雨勢會比較大一點 另外夜間清晨則容易又出現 低雲霧的狀況 行車要注意安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